中文字幕志愿者 和白内障患者 刚出生时 我的视力只有0.01到0.02 上学的时候 我一直坐在教室的第一排 但无论我如何努力 一直也看不清黑板上的词 后面做了角膜板层移植 和白内障手术 但视力也只有0.03 据中国盲人协会数据显示 我国现有约1700万市场人士 相当于平均每80个人中就有一位 而其中约三分之二的人 是像陈建这样 有残余视力的低视力人士 低视力人士的世界并非一片漆黑 他们具备一定感光 事物的能力 但他们的矫正视力 仅仅在0.05到0.3之间 他们不是看不见 而是看不清 对普通人来说 很简单的日常活动 对低视力人士都会有一定的困难 这款注视眼镜 是一种便携视头戴注视器 它采用可定制趋光调节 适合0-1500度的不同界势度数人群使用 它的镜片并非光学镜片 应用人工智能与增强现实技术 相当于一块电子显示屏 通过可25倍变焦的高清摄像头 抓取实时画面 再利用芯片进行计算处理 最后输出信号在记研显示屏上 可将使用者的视力 从0.1矫正提升至最高1.0 这个可以看清吗 有 那这个呢 这个看不清了 低视力人士在视力低下的同时 部分还扮有视野缺损 色觉异常 对比敏感度下降的问题 这款注视眼镜 预设多种色彩模式 两色黑白 两色白黑 还可以单独调节双眼屏幕的亮度 对比度和色彩饱和度 能帮助不同条件的低视力人士 看见清晰的画面 以前的我生活在蒙古和黑暗之中 学习和生活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出门也看不清路 现在戴上了注视眼镜就特别方便 像现在我自己独立的出门 学习 生活 还有工作都可以完成 注视眼镜 让许多低视力人士重担光临 也让他们回归社会 生活质量全方位提升 来自各地的水果 衣物 电子产品 都是经过港口的中转运输 才得以进入我们的生活 位于广州南沙的港口里 一个个集装箱像积木一样堆成山 而一辆辆货运卡车 则负责将它们运往指定区域 这个码头每天都要完成 一万多个集装箱的装卸 可是放眼望去 整个码头却没有一个工作人员 运行却井然有序 这就得归功于这些 分忙在码头各个角落的 无人驾驶智能导引车 作为这座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集装箱运输的主力军 这些无人驾驶智能导引车 无需驾驶员 就可以精准抵达码头各个角落 进行运输作业 走近了看 才能感受到这辆 无人驾驶智能导引车的 强健身板 它长度达到15米 体型巨大 据说为了让它拥有灵巧的身体 车底师特意为它安装了 锐的眼睛 灵敏的耳朵和聪慧的大脑 为了验证它们的自主运行能力 我们特意为它布设了一个龙门阵 看看它能否胜任这项挑战 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 这台无人驾驶智能导引车 仅用了不到一分钟 就快速规划好了行动路线 并通过了紧比车身宽50厘米的出口 让这台无人驾驶智能导引车 完成这项挑战的另一项关键技术 就是这台车的聪慧的大脑 这台巨大的无人驾驶智能导引车的定位精度 已经达到了厘米级 如此高的精度是怎样实现的呢 答案就在这里 在我们头顶的太空中 正运行着数十颗卫星组成的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这些卫星每时每刻都在为 无人驾驶智能导引车 传达着它们的方向运动速度等信息 它会为它们规划好下一步行动路线 可以说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打开了这台无人驾驶智能导引车的天眼 打开了它从更高维度 感知自身运行的视角 那张老师 它还为整座码头的运行 带来了哪些便利呢 以前的无人驾驶自动导引车 都需要在码头布设很多的磁钉来进行引导 但是现在采用北斗系统导航技术 就不再需要布设磁钉 而车辆的运行路况更为的灵活 可以抵达整个码头的所有位置 得益于无人驾驶智能导引车 整座港口的运转可以实现无人化 未来更多智能化的港口设备的投入应用 一定可以让港口的运行效率更高 我们生活中的各种货物 也能更快地被中转运输到我们手中 放心无止境 科技也时尚 接下来请收看 时尚新科技 采棉花的钢铁侠 落成的钢铁侠 带 Jenny花 苍蜈 一个十五个棵 都ン 都 寿 在新疆广袋的棉田中 成为了机械化采棉的主力菌 由金属打造的采棉机 是如何取代我们的双手 灵活地将棉花采摘下来呢 答案都存在于这台采棉机 前部的采棉头当中 在每个采棉头内部 纵向分布的数百个圆锥体 被称作摘定 当采棉机开启采棉作业时 每一个摘定都会以 每分钟2000转的速度 将接触到的棉花缠绕 从棉杆上采下 再经过拖棉盘反向运转 将棉花从摘定上脱下 被脱下的棉花 最终经过长长的梳棉管 被送进棉箱当中 那么这台采棉机 在棉田里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我们现在就去看看 如果说一个个零部件 像肌肉骨骼一样 组成了这样一台巨大的采棉机 那么智能控制系统 就像是这台采棉机的 大脑神经网络 它依托分布在采棉机 各个部位的传感器 将整个采棉机各部位的工作状态 传输到计算机 并由计算机下达指令 调整采棉机的最佳工作状态 从而极大提升了 采棉机的工作效力 通过一次次探索 由中国人自主研发的采棉机 拥有了越来越强大的工作能力 可以更安全 更高效地服务 数以万计的棉花农场 和个体棉农 现在在新疆地区 棉花的机器化采收率 已经达到了80%以上 未来随着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 中国棉花的采收 也一定会更加地方便快捷 且安全高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